电子计算学系 作为资讯科技教育家的桥佐 致力提供优质教育 以及进行世界级研究 直以推动资讯科技发展 为社会作出动献 学系更以care 即就业care 应用application 科研research 及营商entrepreneurship 这四个大方面作为教育中子 途育全面发展的学生 在课程设计上 学系越花了不少心思 除了紧贴市场趋势之外 近年更为中学生举办iPhone Apps工作坊 及电脑游戏计计下令营 希望普及推广资讯科技之年轻新一代 并培养它们成为未来电子计算的专材 电力的生产、供应及有效率应用 对香港和中国的发展十分重要 电机工程学系 主张学术研究 结合实际应用的领域 其中由学系所研发 著名的mycar 更是第一辆由香港出品 并取得欧洲认证的环武车 另外 学系为本科生提供的课程内容 涵盖电力系统 铁路系统 电力电子 控制设备 光纤技术 再生能源等等 而学系独有开办的 运输系统工程学过程 也为本地及国内的运输发展 交通管理及系统监管 提供专业人才 电子及资讯工程学系 除了为学生提供高质素的教育 也进行学术研究 促进电子 资讯 互联网及多媒体等技术发展 我们培训的学生具备专业知识 毕业之后 可以立即发挥所学 投入工作 为配合快速转变的行业需求 学系通过与业界进行研究合作 多年来积极开发创新产品 提供技术支援及专业顾问服务 本系的学生也在不同的公开比赛 例如全港大专生机械人大赛中 勇奪多个重要奖项 屡获殊荣 工业及系统工程 是一门结合人、科技、资讯的专业 工业及系统工程师的工作 是策划及监控整个生产过程 由产品设计、研发、原材料采购、製造、 品质管理、成本控制、高运输 楼局的运作和快递等行业 就业前景广泛 让同学可以在信息万变的社会中灵活发展 机械工程学 是一门以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理论基础 透过研发及利用科技 去改善并提升人类生活质素的学科 机械工程学系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 包括制造、交通、航空、飞机工程 健康和生物医疗系统 环保及创新的能源体系等等 为提升教学质素 学系投放大量资源于应用研究 更加引进了不少尖端实验设备 智力开创及研究新科技发展 同时学系也积极与世界各地院后合作 希望透过科研及学术交流 能够进一步托阔知识领域 以为及社会 理大工程学院作为孕育工程专才的基地 在工程学的训练上 你们将学董解决问题 激发创意 掌握沟通技巧 及于多元文化队伍的合作能力 而具备丰富的工程及资讯科技知识 将是你开拓广阔的就业前景 成为未来经济发展所需领袖人才的重要素质 面对334新学制的推行 本学院将会积极回应行业的需要 提供最优质教学 并学生在毕业之后 在各领域继续大放移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